朋友,你相信吗?钱是有灵性的 它会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合适的主人 接下来,这七条灵性法则可以让你越来越有钱 哪怕你只做到其中的一条 你的财富也会不请自来 第一,让别人赚到钱 你才有可能赚到更多的钱 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与与人,己欲多 合作的时候,先考虑对方 人生一世,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 第二,不要占别人便宜 不该拿的拿了,不该得的得了 早晚都要加倍还回去 这是因果定律 第三,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自己的财神 即便你付钱给对方 你一定要记得对方是你的财神 你付出了钱,换来了他的产品和服务 别忘了对他说声谢谢 第四,像亿万富翁一样说话 察觉自己内心的念头和语言 努力消除那些穷人的念头 比如,要很艰苦才能赚到钱 好东西总是不够的 我总是没钱 我太难了,等等等等 第五,拒绝囤积 看到打折就够物 原计划买一个 但是又担心不够 就又多买几个 原本点两个菜就够吃 偏要再多加几个 这体现的并不是富有 而是内心的匮乏和担忧 记住 少则得,多则祸 第六,相比别人有 我也要有的自卑 别人有一个苹果 我也要有 别人有一个LV 我也要有,不能少 别人去环球旅行 我也要去国外采风 记住 只有自卑才需要外在的东西 去体现它的价值 第七,相信自己值得拥有 更美好的事物 试着去做一些 你不曾做过的美好事情 比如一顿美味的野餐 一场偶像的演唱会 一次极限运动的体验 告诉自己 一切美好正在发生 以上,记得这几条法则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